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時候少女有一種錯覺 好像誰買了最多照片 長大以後 誰就最有資格嫁給他 協理他333窩 他也不會毀 裡面很喜歡劉德華人就是我 那 自稱劉太太的人也是我 因為林真心 所以把劉德華的YouTube影片幾乎都看過一遍 然後其實真的越看越多 你對他的愛就是越來越深 因為在80年代 90年代 其實在東南亞 在整個亞洲 劉德華的出現 都會成為大家的生活其中的一部分 可能大家不喜歡 但是對不起 因為那種量也是逃不過我的 將近有20年劉德華沒有參與過台灣電影的演出 那我們當然也很希望就是 台灣電影有一些不一樣的演員來多參與 記得喔 其實我是不停的想喊卡啦 然後不停的想補鏡頭 就是覺得不夠不夠不夠這樣子 你知道他又不是傻瓜 他也知道你拍這個每顆鏡頭的意義是什麼這樣子 可是他人還滿好的就是 還要這個好吧 還要這個好吧 拍完以後我就從窩機說 記住今天要就是幫他把麥拿下來的人是我 他也知道我想要幹嘛 所以他動作比我更快 就把麥拿出來 我可以陪大家一直找 一直找 找不同少女時代的一些代表人物 而且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走到下一個 台灣的電影年代 很希望未來的日子 還有更多的機會在這邊拍起 我想要來看 你還是會看到 你怎麼看 你還是會看到 有些人的電影 你還是會看到 我會看到 你還是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